36个选区里面有28个是马来西亚 只有8个是混的选区 只有8个是混的选区 我们对比数据 2002年每个周期投票想出来的数据 点算之后 如果绿潮下降10%的状况 绿潮退10%的状况 西门和国阵最多也能够拿到12席 也都能够拿到12席 但是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突然间 DAP Kota Daruraman的候选人郑追隆 就直接向媒体抛出一个画面 他认为他的选区 如果20%的华语选民 没有容预出来投票的话 就是华语选民投票率低的话 可能连Kota Daruraman都会输掉 如果以刚才我提到的 我们用2022年 各周期投票想开出的选票对比来看 Kota Daruraman 是华语选民最多的一个选区 在吉他州里面 另外一个是巴格尔让 然后再多一个要加进去参考的是 德加 德加 如果Kota Daruraman都输掉的话 这也意味着立朝真的是维持在202270对30的水平 70%国民 30%新民的水平 然后又加上华语选民 不愿意出来投票的状况就输掉了 这也意味着 Kota Daruraman输的话 德加也100%非常肯定保不住 非常肯定保不住 它是选区的 很个别的一个选区 再接下来 我们可以用Kota Daruraman来做一个标杆 做一个标杆 如果Kota Daruraman输掉的话 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是 去打西门跟国阵 在去打州里面 全盘无限 36个州会输到完 会输到完 它可能性大 我们也 很难根据Kota Daruraman 的这个标杆来做一个 绝对性的判断 之所以郑绿龙提出 这个 画面是因为 的确确不止Kota Daruraman 去打州里面 八个 八个分的选区 加上 四个马来选区 但是他的 非穆斯林选票 借于20到30%的 多有西方胜出 如果 华裔选民 跟其他种族的选民 非穆斯林选民 全部融业 回来投票的话 这12个选区是西门 绝对有把握 拿下的选区 但是如果是 非穆斯林投票率低的话 低过30% 比2022年的60%还要低 比方说 只有50%的投票率 多巴仙的投票率的话 苏门 西门跟国阵 都会输得很差 所以他要刺激 我认为郑绿龙是要刺激 华裔选民 不只是为了他个人的选区 他是为了整个吉达州 每一个 有华裔选民的 占20%以上的选区 做出最后的努力 号召吉达 人在外区的选民 全部回来投票 原因是我看到 DAP 过去吉达州的DAP 非常被动 但是这一次他们尝试 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 号召本地 飞幕选民 永远积极投票之外 也通过很多方式 包括他之前有发布 他们自己的创作之前 回家投票 然后在选区 他甚至有号召 而且的确有一些 创作歌手响应号召 来选区 在争潮最多的地点 用街头演唱的方式 号召选民 你要回来 你自己要拥有投票之外 一定也要 教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一定要回来投票